很多人看完这部剧后都表示颠覆了对坏人的人知 当他的第一个悬念一旦走进你的大脑 你就会再也忍不住的喊出 这就是由蒂姆罗斯饰演的复仇爽剧《送命警长》第二季 如果你还不知道蒂姆罗斯是谁 那你一定看过他演的《千皇百计》 故事的一切都要从警长杰克的儿子被枪杀后说起 为了复仇 他露出了显为人知的黑暗人格 却不成想杀手竟然是他隐藏多年的弃子 而在这一季里的1900真的太惨 开局就被女儿崩了一枪 老婆不但没管他 还把止血袋解开一走了之 放任杰克在冰天雪地里了结此生 不过还好女儿只是击中了他的大腿 杰克侥幸活了下来 而朝山下跑去的女儿佐斯 则逃到了一个村庄的仓库里躲了起来 不过佐斯一想到父亲是个渣男 又是杀人如麻的狂徒 就觉得恶心 便一时想不开选择了上吊 而此时的杰克则点燃木屋 引来了当地的猎人将他救走 经过猎人的细心照料 杰克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 而另一边的佐斯也并没有死 原来自被来到仓库的女孩 救下并送往了医院 而就在此时 杰克找到了这里 可女儿明显不想见到这个恶棍父亲 便跟着女孩回到了农场 而女孩的父亲是一位神父 听到佐斯的遭遇后 对外谎称 佐斯是一个远房亲戚 还给他安排了工作 但杰克第二天 就开着偷来的警车 找到了这里 但村里人都知道 杰克是个混蛋 便把佐斯藏了起来 可杰克却在神父小儿的口中得知 佐斯就在这里 于是杰克只能返回酒吧 喝下一口老酒 唤醒体内的另一个自己 托尼来摆平这一切 而被唤醒的托尼 做的第一件事 就惊掉了我的下巴